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遭到挪用的伊玛公司的款项 这个总数是高达2亿7千万令吉 有关诉讼涉及的41名的答辩人 是包括了几个巫统的区步 不过前首相纳吉不在这个名单 他说虽然这笔款项是从纳吉的银行户口里面被转走 不过这些钱都是属于伊玛发展公司的钱 因此当局要把它追讨回来 这场记者会是拉蒂华在6月1日成为反弹会一解之后 接过领导报纸之后第一场的新闻发布会 那么这一场新闻发布会也是他展现自己能力的重要场合 那么必须要有足够的震撼力 能够震惊四方 那么才能够化解各方早前对他产生的各种质疑 那么他选择民众关注的1MDB案件 同时这也是西盟政府重点的案件 那么目前正在审讯的是SRC公司案 同样涉及纳吉和前朝政府的资金被挪用的一个案件 那拉蒂华说反弹会所讨的2亿7千万令吉当中 绝大部分已经流入了上诉 就是那几个的巫统区部当中 总数就是2亿1200万令吉 他就说这些马来西亚史上涉及数额最大的一个充公的诉讼 那有关的资金都是从纳吉一个MBank的私人银行账户发出的 那么他说有关款项不仅跟纳吉有关 这其实是来自纳吉的账户以及在他的名下 这些个人和单位基本上是收到款项的第三方 他们从一个账户里面收到一些是一个来自MBank的账户 那么名单上的政党和政党的区部 主要都是以巫统为主 在总数2亿7千万的款项当中 巫统就占了2亿1200万令吉 如果数一数的话 占了总数的差不多整80%左右 那获得款项的巫统分别就是来自吉兰丹 彭亨 雪兰儿 吉达 柔佛 还有沙巴联委会 以及当然少不了就是纳吉的老曹就是北干 那其他获得款项的重党就是有 彭亨马华 马华妇女佐 那沙巴团结党 沙巴自民党 还有沙拉越人联党以及新山的国阵 这一次政府援引阿姆纳 入兵民事诉讼而不是采取这个刑事提供的做法 因为采取刑事提供的话 那么整个过程会很长时间 那么对于反贪会来讲说 他们使用法律所赋予的另外一种的替代方式 来讨回这笔 追讨回这笔钱 所以他们选择了最务实的方法 就是民事诉讼 那么反贪会他已经向基隆坡高厅入禀了诉讼 同时也获得四个不同的审讯日期 日子都集中在这两个月就是六月和七月 那反贪会要充公这个巫统从伊玛公司取得了 2亿1200万令吉后 巫统就马上跳脚说 将到法庭抗辩要捍卫 这笔原本就应该属于巫统的资金 那巫统的代主席莫浩默哈山就指出 反贪会去年已经冻结了这个巫统的账户 那如今向法庭申请充公 只是按照程式行事而言 因为反贪会已经冻结巫统的账户超过三个月了 他认为差不多要一年了 他说反贪会必须要申请充公这笔钱 那么今天是拉蒂花上任反贪会一解之后的第一炮 而且他所选择的1MDB案件是有迹可循的 因为马哈迪办公室昨天中午在面子书上 就有上载四张照片 就是拉蒂花前往布城首相办公室 跟敦马会面的照片 那么相信两人都是在讨论跟反贪会有关的一些课题 那么相信一马发展公司的案件是重点讨论的一个案件 那么当天的反贪会的公关就通过他们的WhatsApp群组 就通知媒体拉蒂花将在今天早上10点召开有关1MDB的记者会 那么我们说回拉蒂花 他是在一篇争议身中上任 那么西蒙内部出现质疑拉蒂花的这个声音 反弹最大的当然是来自公正党 因为拉蒂花曾经是公正党的领袖 被视为是亲阿兹敏派系的一员大将 那么拉蒂花被质疑不是他的这个能力 他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而是首相马哈迪在委任的程序上 绕过了咨询西蒙成员党领袖 也不曾在内阁讨论 他的委任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政治上就有缺陷 就连土团党主席穆尤丁也形容 拉蒂花的委任在法律上是没有错 政治上就有失错了 不过马哈迪还是展现他一贯的这个强势 不理外界的批评 坚持他的选择 那么拉蒂花也如常上班打卡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将会继续观察 继续留意拉蒂花在领导反弹 会之下呢 那么他交出什么样的成绩站出来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哈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很多人都说呢 这个伊党跟巫统的合作啊 是敲定了 那接下来的这一章 我们带你来关注更多 那我们看到呢 伊斯兰党大会呢 就确实想要寻求进一步的加强 就是加强巫统跟伊党的这个合作 那伊党宗教师理事会新任的主席呢 涅扎瓦威呢 他就表明说呢 两党啊 是愿意交换议席 以便呢 希望能够在来届的大选呢 就是击败西蒙 他昨天呢 在宗教师理事会大会之后呢 就对记者说 虽然呢 这两党呢 还没有重视呢 就这个议席进行任何的谈判 不过他说啊 接下来确实两党呢 应该是会商讨这件事情 那么过去一个星期呢 两者主要的新闻 占据了新闻版面 首先第一则当然是性短片 连续多天成为主编点新闻的 头条新闻 从阿志明安华 到马哈蒂都有 因为充满政治斗争权斗 还有各种阴谋论 那么第二则呢 则是吉兰丹化妄生的 巴蒂原住民 感染奇怪 奇怪的这个疾病 那么从早期的 认为是这个肺炎 那么后来证实是麻疹 除了这两则新闻之外呢 其实现在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把这两则新闻抽离出来 然后关注这个 可能会影响 马来西亚接下来三年到四年 政治发展 甚至马来政治版图的 一个政治性发展 就是如果巫统跟一党合作的话 他必然会改写 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 冲击的不仅仅是西蒙而已 也对马来政治带来 深远以及深刻的影响 首先两党要合作的话 他们必须要解决 最重要以及最关键的问题 怎么合作 这是第一道难题 我想这也有很多人想要知道 那根据呢 这个涅扎瓦威的说法呢 他说两党可能呢 就是会讨论这个议席嘛 他说呢 他已经先谢谢巫统的 就是愿意把这个议席 让给一党 那虽然呢 他认为这些议席呢 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 而且啊 这一个巫统的 巫统的这个领导层呢 是有一些杂音了 不过巫统也有说 他说如果一党呢 要任何的这个议席的话 请讲 我们可以讨论 没有问题 他也指出说呢 一党也会用同样的策略呢 就是同等的对待巫统 那确保他们能够取得胜利 509至今经过多场的 这个补选 我们看到巫统合作的 这个方式的逐渐的稳固 尤其是在议席合作方面 虽然这不是正式的议席 搅拌 那纯粹是让路给对方 避免自相残杀 然后提高胜算而已 这个是根据个别议席的情况 来做决定 比如说个别议席的选民结构啊 巫统两党的继承力量 所做出的决定 不是全国性的 也不是一种概括性的 那么从策略上来说呢 让这个胜算比较大的政党上阵 是过去五届大选 就是从1999 2004 2008 2013 2018 反对党都使用这一套模式 那么也正式取得了成效 那么从308的政治海啸 505的华人海啸 据说是华人海啸了 然后到509的全民海啸推翻国阵 如今呢 巫统跟义党 他们要复制这个formula 复制这个模式 那么成功率有多高呢 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拭目以待 虽然呢 这个伊党如此开放对待巫统 不过呢 聂扎瓦威呢 就强调 他说伊党呢 已经跟前伊党党员 创办的成信党呢 是断交割协了 他说呢 伊斯兰呢 有两种方法 有时候呢 是可以在谈判桌 那有时候呢 是在战场见面的 他说有时候呢 要保持耐心 那有时候呢 要成为劣势 他说这是伊斯兰 他不只是有一种方式 他说伊党要强调 他说对于那些呢 叛党者他们呢 是不会打开门户 跟他们讨论的 这一名领袖的谈话呢 其实相当僵硬 就是要嘛就谈 要嘛就打 那么虽然 务统跟伊党呢 最高领导层是很有意愿 两个人一直很想要牵手合作走下去 那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会这么顺利 因为两党的基层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 超过50年来都互相攻击对方 特别是某一些保守 甚至顽固封闭的伊党老党员 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被视为异教徒的巫统 你要跟之前你一直抨击异教徒的人合作吗 那么对他们来讲 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障碍是非常大 此外呢 在东海岸 吉兰丹跟登加楼 乌伊两党的基层呢 更势不两立 要让他们放下旗舰 需要很多的说服 以及沟通的工作 这是一个过程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乌伊两党合作 谁当老大 这也是一个被伊党挑起的一个课题 伊党青年团就主张说 在马来人以及穆斯林大团结的课题上 应该与伊党马首是瞻 那么乌青团团长被询问 使者淡化这个课题 不愿意正面回答 那么伊党主席 哈迪阿旺则说 两党合作呢 伊党没有主动要求 要处于主导的为之 那么他就说 除了两党合作之外 其实很可能还会有第三方出来 这个第三方 很可能会主导整个政治里面 当然这是哈迪揣测性的一个说法 那么乌统跟伊党党员之间呢 存在高度的不信任 担心被对方出卖 这种害怕跟这种机会呢 让基层完全没有安全感 也觉得说 你们领导生为了赢得大选 为了赢得一些典荡的斗争精神 以及执政的理 以及这个政治的理念 关注过了呢 到底这个伊党跟巫统 是不是会持续合作 或者是进一步加强之外 当然我们要回到巫统的这个老问题啊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其实啊 现在巫统的这一个 莫哈莫哈山呢 是代主席 所以伊党的内部问题 又该如何解释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之风 巫统代主席 莫哈莫哈山就有指出说呢 党主席啊 还是阿莫扎西 他说党内呢 现在没有存在 强迫阿莫扎西辞职的课题 他说啊 阿莫扎西呢 有权继续使用党主席的名义呢 就是出席活动 目前他只是请假 而且他还是国会议员 有足够的地位出席活动 引发这一个讨论的原因呢 是因为 目前无限期 修假的阿莫扎西 突然之间决定在 这一个周末 为两个分别 在吉隆坡甲洞 以及马六甲 马西达娜的 这个巫统区部 他会主持开幕 这一个动作呢 就引来很多的政治解读 不是说修夹吗 为何不敢静默跑出来呢 是不是在试着水温 作为重返巫统一哥的 这个前提 或者是这个部署呢 如果这两个区部的反应 都很好的话 那么接下来 阿莫扎西会不会接受 更多区部邀请他 主持开幕呢 他接受邀请 也表示出 他不想静下来 他想要继续的活跃 否则干脆在家里休息 就算了吗 为何还要跑出来 让别人有不同的揣测 干嘛呢 那么他出来 压力很自然的 落在现在的老二 以及戴主席 马哈萨的身上 因为他是戴主席 他说阿莫扎西 还是巫统的合法主席 目前只是在修夹中 那么他可以 以党主席的身份 为这个区部邀主持开幕 那当然呢 媒体就问了 这个莫哈莫哈萨 他说你什么时候 正式接棒这个主席职呢 他就说啊 实际到了 自然会发生 他说目前呢 自己还是带主席 那阿莫扎西呢 随时可以归队 他说 如果他决定明天回来 我们是都会欢迎的 他说这是他的权利 而且他说啊 阿莫扎西呢 只是告假 暂时卸下党主席的 这个职责 那他能否主持开幕 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认为并不存在 因为他刚已经说了嘛 他还是党主席 而且是合法的党主席 所以通过 马哈萨的这个说法呢 其实答案是非常明确的 他是可以 这名休假中的主席 是可以 以党主席的身份 出来为初步 大会主持开幕 因为他还是主席 他只是请假 他的党籍 是没有被冻结的 他还是可以 依然的行使 合法的党主席的权利 来执行任务 不过这样 我就有点奇怪了 既然你已经请假了 那么为什么你还出来 执行你身为党主席的任务呢 我们换一个情景来想一想 如果你休假中 你还会出来处理你的公务嘛 多半是不会吧 因为都已经休假了嘛 除非 除非你很在乎 或者是你放不下 或者是你想要表现 那么按照一般的常理呢 你应该在家里休息 这是休息的 这就是休假的意思吧 对不对 那莫和莫哈山就说呢 他还是可以使用党主席的这个身份 而且他说 媒体们不要再挑起了 这一个他是不是能够使用 这一个党职的课题了 因为他确实还是合法的巫统主席 那他也说呢 目前他也是这个 把眼拿督国会议员 还有该巫统的区部主席 那针对有人呢 就促请说 阿木扎西 你应该要辞去这一个党主席 由莫哈莫哈山来重视街吧 他就四两拨千斤的说明说 这项课题并不存在 不存在 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 接下来大家要问 阿木扎西 请问你要休息多久 莫哈莫哈山要担任多久的代主席呢 目前为止 大家都没有答案 因为球是在阿木扎西的脚下 交由他自己来决定 什么时候要回来 如果他觉得巫统需要他的话 他很可能就很快就会回来 不过呢 他的主观意愿 是不是巫统的主流想法呢 这就说不准了 两者之间可能是有落差 可能是一直 那么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政治上的发展是很快的 那么看回去上个月 就有一些巫统的继承领袖就要求说 阿木扎西 你就继续放假吧 不要朝着回来 而且人民现在已经开始 对莫哈山领导的巫统 有一点信心了 恢复信心 而且巫统也需要新的气息 新的气象 那么换言之 阿木扎西你就继续的休息吧 不过呢 阿木扎西的支持者 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 阿木扎西其实还有很大的 这个后盾 有很大的支持 继承的这个力量 能够协助巫统翻身 那么政治上其实支持跟反对的声音都有 关键是谁掌握主动权 以及谁的支持者的力量 是最大最有power的 是 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 伊党还有巫统合作的消息 还有一些巫统内部权力的 一些交替的消息呢 因为这接下来就像是 蓝主编刚刚有说的 它会完全影响我们马来西亚 接下来好几年的政治版图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